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余光中的《亲情散》 我们上次已经学完第一节,现在看看第二节 作者在第二节转写现在的事情,即是由回忆回到了现实 作者已经度过了大半的人生,步入晚年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害怕行雷闪电 但在打风落雨的日子,他却有另一种感受 那是什么感受呢? 这三句,表示了他在刮风下雨的晚上,会想起小小的妈妈 作者童年的时候,和妈妈一起逃难,后来去到台北 余光中大约在三十岁的时候,他妈妈在台北去世 现在他已经步入晚年,在刮风的晚上 他会想起母亲的孤独的份前,或者都会风雨交加 他想为妈妈做什么事呢? 在这几句里面,他觉得应该轮到自己,为妈妈举起雨伞 为他遮挡风雨 但作者认为他能够假装 他经过找不到当年母亲的游子散,也找不到从前的自己 游子散是当年妈妈为他举的雨伞 作者说找不到这把雨伞,其实含有什么意思呢? 暗示妈妈已经小小,作者说他找不到从前的自己 实际表示是什么意思呢? 他也表示了时间非小,自己已经老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小朋友了 作者想尽儿子的责任报答自己的妈妈 可惜时间是无情的,童年的事已经一去不返 而妈妈也早已不在人间 中国有一句言语说,树欲正而风不适,指欲养而亲不在 作者这里所表达的,是对妈妈这种的内疚和遗憾 我们已经学完了整首诗,大家试下写出全首诗的主旨吧 作者技术童年时,妈妈为自己举起雨伞遮风挡雨的往事 抒发出对母亲的怀念,并表示未能报答亲恩的内疚和遗憾 在文体上,这是一首新诗,本诗是分为两节 每节共有多少句呢? 每节共有九句,而每一句的数字都是不同的 包括六字,七字,八字,九字 严格来说,却遥念母亲的孤分是怎样的雨势和风声,是一句 但是由于句子太长,作者分为两行 这种句式称为夸行句 新诗还有什么特点?它和古典诗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先想一想,我们留下一次再谈吧 学习完课文,我们试试做两题练习吧 看下答案 看下答案 感谢观看